嗨 大家好 好久不見 今天呢 我終於終於終於有時間 要來做一支影片有關 你出國前你要做哪些手續 還有你到法國之後 要做哪些行政手續的影片啦 我這支影片真的 是拖了超級超級久 因為我前陣子真的太忙 就是要檢定考啊 然後就放假我就出去玩 出去玩回來之後 就很沒有心情做這些影片 剛好最近這支影片上的時候 很多朋友他們明年要來法國交換 他們剛好這個時間也可以開始準備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想說要在這個時間 把這支影片做出來 幫助那些現在正在跑這些手續的人 我會想要把這系列的資訊做成影片 而不是變成像打文章 部落格文章那樣子的方式 是因為我自己本身是那種很討厭 超討厭看字的人 就是我只要看到很多很多字 我就會很想睡覺 所以我就想說我透過用影片的方式 像在跟大家聊天這樣子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這些大量的資訊 這樣子也可以幫助那些跟我一樣 很討厭很討厭看字的人 你出國前你一定要先申請一個學生簽證 你在申請簽證之前 你要先到法國教育中心的網站上面 你要先註冊一個帳號 註冊這樣的帳號之後 你就要依照它上面會跟你講 有一些哪些步驟要做 比如說你要上傳你在台灣的入學許可 你的護照掃描資料等等的 你知道那些步驟 把你一些個人的資訊都填好之後 它就會叫你先繳交一個面試費用的8000塊 這個8000塊呢你是匯款過去的 匯款過去之後你要記得 你要把那個收據保留好 因為到時候你去面試的時候 它會跟你要求你這個收據去確保 你已經有繳費預約面試 這個8000塊真的真的很貴 只是你其實 你出國前你要光跑這些行政手續 你就要花蠻多錢的 但是 對啊還是花很值得啦 畢竟你來法國可以換到一個很不錯的經驗嘛 對 然後 反正你就照這些 這些步驟填完資料之後 也交了錢 它就會寄一封郵件跟你說 喔它開啟你的權限 你可以線上預約面試 所以它寄這封信給你的時候 你就可以上去它的那個網站 那個網站其實不會很難懂 就很簡單 然後頁面也很清楚 我會再把連結放在下面 你就上去預約你要面試的時間 就可以去面試了 我那個時候面試 就是因為是疫情嘛 去年 去年五六月的時候 台灣疫情剛好大爆發 所以 他們全部都改成線上面試 我就是一樣 就是上面約一個時間 線上再用skype 跟他們面試 對 但是後來 就是在 我那時候 我申請的時候 好像是 六月多吧 那時候是線上面試 但是在後來 我朋友他 也要同個時間跟我來法國 他比我晚 大概一個月來 他們就改成現場面試 就是你上去約時間 然後你去 直接去法國教育中心面試 所以就很不一樣 但基本上 面試的內容 都是大同小異的 就 只是 有沒有 親自看到那個人 的差別而已 如果你在 註冊那個 法國教育中心的帳號啊 或者是 或是有任何填資料相關的問題的話 你都可以透過 他們那個網站上面的信箱 寫信去問他們 然後通常蠻快就會回答你的 所以 就是他們 就是 服務的速度蠻快的 很沒有法國效率 你到時候到法國 你就會體會到 什麼是法國效率了 好 反正就是你有問題 就上去直接問 很快就會有人回答你了 所以我要來跟你們分享 怎麼跟法國教育中心面試的 面試的時候呢 他會先 確認你的身份 你是不是本人 所以 他會先看你的身份證 然後 還有 你法國那邊學校的入學許可 但這個 法國那邊學校的入學許可呢 我是 他 這邊的語言學校 寄 自己發一封Email給我 然後我再把它印下來 印成很多很多份這樣子 然後 到時候面試的時候 就會秀給他看 如果你是實體面試的話 你就要把它印成一張副本 然後拿給他看 但是我那時候 因為是線上面試 所以我就直接拿正本 放在鏡頭前面給他們看 這樣子 在面試一開始的時候 他會叫你先用法文 做很簡短的自我介紹 就真的就很簡單 很簡單 就你就只要講 你叫什麼名字啊 你幾歲啊 你在讀什麼大學啊 讀什麼戲啊 之類的就這樣就好 很簡單 所以你其實不用太緊張 之後他 之後大部分的面試 全部都是用中文問你的 因為我面試五的那個人 其實也是台灣人 然後他就用中文問我問題 他問了我 你在學校申請交換的流程 大概是怎樣 什麼時候開始申請 你要怎麼申請 還有你怎樣 你有怎樣的條件 才可以申請這個交換 你要去哪間學校交換 你打算要修什麼樣的課程 你打算要去多久 還有你去了交換之後 你在法國的規劃是怎樣 交換結束之後 你回台灣的規劃是什麼 然後他會問我說 你去法國之後你會住哪裡 一個月多少錢 還有你的廚房 衛浴是不是跟別人共用等等 就是 他會問你很多有關你到法國那邊去 會 遇到的一些最基本的問題 然後這些問題基本上 你都可以很很明確的應對 因為這些都是超級無敵基本的問題 就是你要出國前 你一定都會知道 所以你跟法國教育中心面試 真的不用很緊張 就沒有什麼過不過的問題 跟法國教育中心面試完之後 你就可以有資格去申請簽證了 申請簽證 一樣記得要線上預約面試喔 這個真的很重要 就是 因為現在疫情嘛 他控管人數 所以不管你做什麼手續 你都要線上預約 你要透過fondsvisa這個網站上面 填寫預約送交簽證的時間 你當天你就帶著你所有需要的文件 去法國在台協會辦理你的簽證 我會把我全部的東西都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這樣你們如果影片我講的不夠清楚的話 你們可以再下去那個下面的文字自己看 嗯 申請簽證需要準備的文件有 彩色大頭貼 彩色大頭貼兩張 彩色大頭貼這個東西真的很重要 就是 我建議你在出國之前 你可以先去 那種沖洗店洗很多份起來 因為 在台灣你要洗這些大頭罩比較方便 但來了法國之後 就真的很方便 所以你最好在台灣先騎好很多份帶來 就是不管你做什麼事情 很多都會需要這個大頭罩 比如說你到了法國學校 你注冊的時候 你要交大頭罩 才可以拿到學生證 你到當地辦公車卡 辦火車的青年卡的時候 都會需要一張大頭罩在上面 所以你最好多帶一點過來 這樣才不會到時候來這邊 要大頭罩很麻煩 你身體簽證就會需要兩張彩色大頭貼 護照規格的話 注意好規格喔 一張會貼在你的長期簽證表格上 然後一張你在送件簽證的時候 那個人會看一下你的那個大頭罩 然後他就會還給你 他不會給你收走 再來 你還要準備你的護照影本 護照影本這個東西呢 我建議你在出國之前 你也是就是多洗 多洗很多 不是多洗 多印幾份下來 就你之後做很多事情都會用到 就印好然後帶來這邊 記得喔 你的護照上面就是一定要簽名 就是你的護照下 護照下面是你的個人資訊 然後上面有個地方是簽名 你一定要記得簽名 也要注意你的護照有沒有過期 反正你就是要簽完名 就是確認你是本人這樣子 再來就是 很重要很重要的 你的長期的學生簽證的申請表格 這個申請表格在你註冊的時候 然後你就可以填 你在填這個資料的時候 你切記 你一定要很仔細的很仔細的再三檢查 就是你所有的個人資訊什麼的 你都要確認是正確的 還有就比如說 你自己預計什麼時候出國的那個日期 也要就是稍微看準一下 因為像我那個時候就是 我 我是 我是預計八月中出國 但是我那時候還沒有 就是沒有確切 知道我到底什麼時候要出國 然後我機票要訂幾號 所以我在申請的時候 我就先寫八月十五號 我的簽證從八月十五號開始 我就把它送出去 然後我也沒有想太多 結果後來我買機票的時候 我的機票是買八月十四號前一天的 我就突然意識到說 啊 完蛋了 就是我的 我的簽證送出去的那個日期 是從八月十五號開始 這樣子 我會不會就是 沒辦法出國 因為我的那個簽證開始是從八月十五 但是我八月十四就要出國了 所以我就很緊張的打電話去問了那個 法國的在台協會 的簽證組 就是這件事情怎麼辦 結果還好還好 就是他們都會 在你押的那個 你預計出國日期 往前一個禮拜 所以也就是說 我那時候押的是八月十五 他其實把我的簽證效期 延長到八月八號 他就是有一個緩衝期 就怕你可能 就是有任何的萬一 所以 嗯 就是為了避免這樣子 讓你自己很緊張很緊張 所以你在 嗯 填任何資料 然後資料送出去之前 你都一定要再三的檢查 所有的資料都是正確的 不然到時候要更改會很麻煩 嗯 所以你在 嗯 網站上把這個長期間簽證表格 填完之後 你就要把它印下來 三頁都要印下來 然後記得在第三頁 最後面要記得簽名 到時候去遞交簽證的時候再帶去 再來 第三個東西是 嗯 你申請簽證的時候 你要有一份英文存款證明 所以呢 嗯 要拿到這個存款證明有兩個方式 呃 第一個方式呢 是你用你父母的存款證明 然後交過去表示 你是由你父母當你的經濟來源 當你的國庫 支付你去出國費用 但這個比較麻煩 我不是用這個方法 所以我不確定 就是如果你是用你父母的存款證明的話 你到時候還要提供什麼樣相關的證件去付助 所以我用的是第二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呢 就是你要在遞交簽證申請之前 你先去台灣的銀行開戶 就開一個戶頭 裡面一定會有一些錢嘛 所以你就可以有一個你自己戶頭的存款證明 就表示你未來在出國的時候 你的那個生活是無餘的 那要 那那個你的存款證明裡面要多少錢呢 它 基本上你一個月生活費是650歐 就是大概台幣650歐乘以30 你們自己算啦 反正就是你一個月基本生活費就是650歐 看你要在法國待幾個月 像我是要待12個月 那我的存款裡面就要有650歐乘以12個月 這個金額的錢 才能確保說 喔你在法國的這個期間你不會餓死 對 好 對 你在台灣開戶完之後 你不 並不能馬上就拿到這個存款證明 可能你要 我那時候是等 多等了一個禮拜 所以你最好是 早一點把這件事情做好 就不會 說的事情都 推到最後再做 這樣真的是 喔有夠火燒屁股的 好 再來就是 法國的那個學校的入學通知的正本 正本跟銀本 銀本它會收走 然後正本就是到時候你拿給它看的 這個人都要準備好 再來 我那時候去之前我也很緊張 所以我也有看到很多教學文 我會把我覺得對我很有幫助的教學文的連結放在下面 這樣子你們到時候想要看的時候 也可以去點點教學文看 就是幫助你們做一個輔助 再來就是 呃 交件 就是去送 送證 送件簽證的當天啦 它是 法國在台協會是在 台北101的39樓 所以超酷的嘛 你就可以趁這個機會 就如果你不是台北人的話 你就可以趁這個機會去台北晚一天喔 所以你還可以去101耶 就這 機會難得 大家好把握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你在上去之前 你都要先在樓下 填一個 健康生命書 然後 因為你是有預約時間去簽證嘛 它就會有你的資訊 它就會問你說 喔你是不是誰誰 然後你約幾點的這樣子 你就填了那個健康生命書之後 它就會給你一個通行證 我拿我那時候的通行證給你看 我還要留下來 因為我覺得很酷 通行證 通行證 我應該有帶來吧 喔 好沒帶 好反正呢 它就會給你一個通行證 台北101通行證喔 超酷 你就上去 你就會有一個專門開電梯 帶你上去 然後 搭那個101超酷的電梯 上去 法國在台協會 電梯出來之後你就右轉 然後再 右轉 就一直走 就會看到法國在台協會 它在左手邊這樣子 它有兩個門 你要走第二個門 第二個門 進去的時候 你就要做一個小小的安檢 那其實也沒什麼啊 就是看你有沒有帶什麼尖銳的物品之類的 反正你就做完安檢之後 就進去等待 送交簽證這樣子 送交簽證跟領簽證的流程 就是都是在同一個地方 所以 你如果已經去送過簽證 你就會知道你怎麼去領簽證 申請簽證的費用 我那時候是能用悠遊卡付款 是 一百 一千六百六十三元 你最好在進去之前 就要先在你的悠遊卡裡面 把這筆錢加好加滿 不然你就會跟我一樣 就是我以為我裡面的錢是夠的 結果我沒有估計到我的錢是不夠的 所以 我又再出去法國在台協會 到101裡面的7-11去加值 但其實這超酷的 就是 可以到全台最高的7-11裡面加值 我覺得還滿有趣的 好反正就去加值 一千六百六十三塊之後 再回去用悠遊卡付你申請簽證的 這個一千六百多塊的錢 這個過程你如果都很順利的話 其實不到十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完成送件 然後他就會給你一個收據 他之後會再通知你什麼時候可以去領你的簽證 然後 就是暑假忘記的時候通常 都要等兩三個禮拜才可以拿到簽證本人 喔對 你申請簽證的時候 你的護照會被收走 你要記得不要忘記你的護照被收走 因為我那時候就忘記 就找不到我的護照 我就超級會緊張的 因為他把你的護照拿走 才能在上面就是弄你的簽證 好反正就是 我那時候是七月七號送件 然後我好像 我七月二十號就領到我的簽證 兩個禮拜其實也滿快的 比我預計的還要快 因為網路上大家都說 可能會等個一個月之類 所以我就是 有把時間抓得比較滿 就是提前趕快把它做好 離開台灣之前 你要先刨好你出身證明的公證 因為這個出身證明呢 你到時候到法國你要申請房屋補助 還有申請社會保險的話 都會需要你的出身證明 所以你要在台灣就把出身證明公證完成 讓他有法律效力 那要怎麼申請這個出身證明呢 首先呢 你要先去你的戶籍地的護偵事務所 申請一份出身證明 這個出身證明你要注意 上面有沒有父母兩個人的名字 就是如果 你那個出身證明上面就只有 你媽媽的名字的話 很多醫院可能 有些醫院可能都只會有些 你生母的名字 如果沒有父親的名字的話 你要再跟他申請一份 出身證明的申請書 這樣子才之後 才會可以 同時有父親跟母親的名字 然後你記得喔 你一定要把這兩份東西把它 定成一份 如果是分開成兩份的話 你後續跑很多公證的流程 都會要算成兩倍的費用 真的很貴 所以你就是要請護偵事務所的人員 把你的出身證明跟出身證明申請書 定成一份拿去做公證 去護偵事務所申請值本的出身證明 一份是十塊 我建議你們可以多申請幾份 因為你如果把這個出身證明拿去公證的話 一次是五百塊 可以申請五份以內 所以你就可以多申請幾份 放一份才十塊嘛 你就多申請幾份 你可以有一個備份 就是你可以放在台灣 然後你自己也可以多帶幾份過來 就是這樣 我那時候是申請三份這樣子 對 我要提醒你們 就是如果你有改過名字的話 你要再多申請你的戶籍成本 一樣要把它跟你的出身證明定在一起 就是如果你是有改過名字的人的話 第二步呢 就是你成功申請到你的出身證明之後 你就要把你的出身證明拿去給法院公證 或是拿給地方法院的民間公證人公證 那如果你家附近沒有法院的話 我建議你就是可以去你家 你找找看你家附近有沒有地方法院民間公證人那種事務所 你直接去找他公證就好了 這個公證很快 一次是五百塊 當天就可以拿到你的公證的東西 這真的很快 你不要跟我一樣就是笨笨的 就以為只能去法院公證 你就到大老遠跑去法院 然後還發現不能公證 所以你就是可以先找好你家附近有沒有那個 民間公證人這樣子比較 省時間也省錢 你把你的出身證明跑完法院公證之後 你就要拿著你的出身證明去外交部的領事事務局做官方認證 認證的話 一份是四百塊喔 很貴 所以其實你 你只要認證一份就好 你其他那些多申請的出身證明就把它當成你的備用就好了 因為你到時候真正到法國會被採用的出身證明 就只有你在外交部認證過這一份而已 所以你只要認證一份 花一個四百塊就好了 你去外交部認證之前 你要抽號碼牌等待 當你抽號碼牌之前 我建議你先填好一張 就是他的申請表格 那個申請表格會放在旁邊的櫃子裡 就先把那個表格填好之後再去抽號碼牌 不然你會來不及 我就是沒有填那個表格 然後我直接抽號碼牌以為這樣就可以申請 結果還被退貨 就在旁邊重新填表格之後再抽一次號碼牌 就是多花了很多時間 你也要同時準備好你的護照銀本跟身份證銀本 除了這兩樣之外 你最好還要再 你還要再多準備你的出生證明的銀本 就是你剛剛不是之前 你已經多申請了好幾份出生證明嗎 這時候你就可以把你多申請的那份 直接拿給他就好了 把你所有準備的資料 你的護照銀本身份證銀本 你的出生證明銀本都拿給他之後 他就會給你收據 跟你說你三天之後就可以回來 這邊拿你認證完的出生證明 那這樣你出生證明在台灣部分的公證 就全部完成了 網路上大家都說到法國之後 到住法的台灣的協會這邊去公證 但其實不用 你只要拿好這份你在台灣 公證完的出生證明 請這邊法國當地的宣誓翻譯師幫你把它翻譯成法文 就沒有問題 就可以使用了 我是請一個人很好的一個阿姨 她叫洪碧霞 如果你們想要法醫出生證明的話 我還蠻推薦你們可以找她的 因為她的就是幫你翻譯的速度超快 而且就是因為我剛到法國的時候 我還沒有辦法匯款給她我出生證明的40塊 她還是在我還沒有匯款的狀況下 就先把我的出生證明透過郵寄的方式寄給我 我一個禮拜之間就收到了 就是很快 然後效率又很好 人又很好 就是我在之前也問了她很多問題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找宣誓翻譯師的話 我很推薦就是洪碧霞的女士這樣子 前一集有跟你們講過那個 就是你要店會一筆 訂訂到酷子的宿舍嘛 那酷子宿舍收到你的這筆店會的訂訂之後 她就會保留你的宿舍的名額 然後她會寄E-mail給你說 接下來你有哪些文件你要把它填完之後 回寄給她這邊做保存 這樣子你到時候你到法國的時候 就可以順利的領到鑰匙 那這些要做的文件有一份你的基本資料 還有一份住宿的規定 然後這個住宿規定你要記得 她每一頁每一頁每一頁下面都會有個地方要叫你簽名 所以你每一頁看完之後你都要記得下面簽名 再來你還要回傳你的台灣的身份證銀本 你的護照銀本的簽證銀本 還有你在台灣交換的學校的那個入學許可的銀本 她都會跟你講你要準備哪些銀本 就把這些銀本都準備好回傳給她 這樣子就沒有問題了 然後我建議你們就是這些她叫你要回傳的資料 你最好都有銀一份下來 然後到時候你入住的時候 入住要領鑰匙的時候 也可以遞給她 因為如果她可能沒有收到你的郵件的話 你可以直接給她 就可以省去那個多花一些時間在準備這些文件的時間成本 在這些文件裡面還有一個你的銀行的資訊 這個是到時候她要退還給你你的住宿押金用的 但你可能剛到法國你還沒有法國的銀行 所以你可以先給她你台灣的那個銀行的帳號 等你到法國開戶之後有法國的銀行帳戶 再給她新的法國銀行帳戶就可以了 最後一個是你要記得申請一個房屋擔保人 我會把教學完放在下面 你就可以照著教學然後把資料填一填 然後送出你的房屋擔保人的申請 把那個申請的頁面就是那個PDF檔存起來 然後寄給她 你也可以把她印下來到時候 你領鑰匙的時候再交給她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最重要一點就是你要跟她講 你預計哪一天會入住宿舍 而且你還要注意 你入住宿舍的時間最好不要是什麼 最好不要是太早或太晚或是假日 不然你就可能會遇到 你沒有管理員可以幫你幫你入住的這個問題 因為像我自己的時候 我們是星期天下午的時候 到法國這邊的宿舍 我發現怎麼沒有管理員 然後就差點沒有辦法 就是成功領到鑰匙然後住到宿舍 所以我建議你最好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 他們的上班時間 來幫你入住 然後我朋友她是這學期來的 她來的時間也是很不剛好 遇到中午休息時間 所以就是盡量要錯開中午休息時間 或是太晚的假日或是太晚的時間 來幫你入住 不然你就會冒著你沒辦法入住的風險這樣子 對!我忘記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你庫斯的那個宿舍 他還會叫你買一個房屋保險 你住的這個地方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 比如說漏水或是偷竊 什麼之類的 不然你就是要上網保一個房屋保險 然後網路上也會有相關的教學 我們會把它放在下面 然後你這個房屋保險呢 你要記得要有包含漏水線 偷竊線跟闖空門等等的順勢 我是買ADH 我是買ADH的房屋保險 你們可以上網多比較看看其他家房屋保險 看哪一個最適合你 然後你覺得最划算你再買 是一樣要跟著前面的那些文件一起交給庫斯 然後你也要把它帶來這樣子 還有一件事情是你在出國前在台灣就可以做的 就是你可以先買好電話卡 你可以在台灣先買好一張一個月的網路卡 因為你來這邊之後你沒有辦法 馬上辦當地的電話卡 因為你沒有銀行帳 你辦當地的電話卡 會需要一個當地的銀行帳戶做你的日後的扣款使用 所以就是你可以先買好一個月的網路卡 到這邊之後你銀行開好戶 你有了銀行帳戶之後 你就可以趕快刷卡 然後買你的電話卡 你可以在各個法國電信的官網上面 看看最近有沒有什麼樣的優惠 我自己是買不亦格的 因為我那時候看的時候它是最便宜 我買的方案是9.99塊一個月80G 在法國 然後如果出了法國之外 你就是 就是15G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看有什麼free啊 或是ohonggy什麼之類的 你就多比較 看哪一個方案最適合你 我自己是覺得不亦格的收訊 要看你在什麼地方 有些地方收訊會很不好 但其實大部分的時候它收訊都還不錯 買這個的話它會叫你先買一張SIM卡 就是有一個電話號碼 然後10塊錢的SIM卡 這個你可以先刷台灣的卡買 然後再選擇你要哪一個方案 如果你在還沒有法國銀行卡之前 你想要刷卡買 這個10歐元的SIM卡的話 你要記得用PayPal這個網站付款 它才會接受 因為它不接受台灣的信用卡 那你如果有註冊PayPal 你就可以刷台灣的信用卡 先買那個SIM卡 然後就有一個門號這樣子 到了法國之後呢 第一件事情呢 你要記得趕快到網路上面填寫你的居留申請 然後這個很簡單 你就上網填一填資料 填完之後 交好像50塊的印花稅的那個費用之後 就可以成功了 然後它就會寄給你一份你的那個居留的合可的申請書 因為我們是學生簽證嘛 所以我們不用有什麼續居留問題 所以你就只要把那個填完之後 就是刷台灣的卡 付了那個印花稅的錢之後 拿到那個證明就沒有問題 這個事情超級無敵快 只要大概10分鐘或15分鐘就可以做完了 很簡單 最重要的就是 銀行開戶 沒錯 銀行開戶真的是一件 非常非常頭痛的事情 就是尤其你 尤其你可能還不會法文 然後那個專員又不會講英文的話 就會很頭痛 而且就是 你 你來法國前 你身上人就會帶很多現金 就是你也想要趕快把這些限定全部脫手 趕快走到銀行裡面 不然哪 就是身上帶那麼多現金 真的是 讓人很緊張欸 好 反正就是你要記得就是去銀行開戶 然後法國這邊很討厭的地方就是 呃 很多銀行開戶都要先線上預約 因為他們 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們都在忙什麼 反正就是 一定要先線上預約去開戶的時間 然後你在去開戶之前 你可以先看好 每個銀行他們 會跟你收多少月費啊 然後 他們的一些方案的 優惠哪個最適合你 你再決定要去哪一家 那我建議你是可以多跑幾家 多去問 這樣子 嗯 才知道哪一家最符合你的需求嘛 你去開戶的時候你要準備好 護照證本 你也可以帶護照證本跟護照英本 因為它會就是要確認你本人的身份 還有你的入學許可 就是證明你是學生的身份 因為他們銀行學生開戶會比較多優惠 還有住宿證明 然後這個銀行開戶的住宿證明 你到時候入住宿舍的時候 你就要跟你宿舍管理員 申請你的入住證明 因為你之後申請GaF 也會用到這個入住證明 你去銀行開戶的時候 就是建議你可以多問幾家 就我那時候也問了Societe Genital 也問了BMP 然後也問LCL 最後我選擇去BMP 我建議你去銀行開戶的時候 你可以先問他那個專員會不會講英文 因為這很重要 你有問很多細節都會需要 比較了解這方面的資訊 因為如果你沒有溝通好的話 你可能會漏掉很重要的資訊 或是忘記一些事情 所以最好是你可能有朋友會講法文 他可以幫你 或是你就問有沒有會講英文的專員 開戶完 他不像台灣你開戶完當下 你馬上就可以拿到你的信用卡 或拿到你的銀行帳戶 你可能要過了一兩個禮拜之後 才可以拿到銀行帳戶 我自己那時候去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你等48小時之後 他就會寄給我 我的那個銀行的HIP帳戶 這樣子我就可以去買電話卡 或是做任何事情 很快要過一個禮拜之後 我就收到我的銀行卡 但是你收到銀行卡之後 你還不能刷 因為你收到銀行卡之後 你還要拿到你銀行的四位數的密碼 你才可以啟用你的銀行卡 銀行開戶完之後 就像一連串的等待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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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一直等一直等 一直等一直等 陸陸續續你就會拿到你的銀行的密碼 然後你就可以去提款機去存錢 或是你用你的卡 在實體通路刷過一次卡之後 你的卡就可以正式啟用了 然後我那時候 拿密碼的時候真的是很負責 因為他傳密碼 他原本是會寄簡訊到我的手機裡面 然後我再回傳一個驗證碼給他 他就會再回傳我的密碼給我 結果我就沒有收到那一封簡訊 然後我就等了多多 所以我就剛等了一個多禮拜 我還跑去銀行問過好幾次 然後我還請銀行 重新寄一份密碼信 因為他們法國覺得 寄信的書信往來是最正式的方式 所以他們就說 好那你回去等 我現在寄一封你的密碼信給你 到時候就可以開那個密碼信 所以我就多等了超久 我才成功使用我的銀行卡 所以 好但是 我也只等了一個月多 也已經算 以往上說的 還要短了 就是還不錯啦 還算幸運 最後也成功的開了卡 建議你最好 再來法國之後 馬上就做這件事情 因為你做很多事情都會 都會需要用到你的信用卡 跟銀行賬戶 我一個月 住Kurs的房租是 248歐 所以 就有點貴 所以這樣換算下來 大概台幣8千多塊吧 所以我就 有去申請房屋補助 你大部分人 一定都要去申請房屋補助 因為不無小補啦 真的 而且去年12月底的時候 他還跟我說什麼 因為通貨膨脹 他多補助我100塊 我真的是 超級不太開心的 就是房補真的是一個 很棒的東西 我一個月房租248塊嘛 然後我申請房補之後 一個月補助是 是87塊 所以這樣子我等於一個月 就只有161塊的房租 就大概台幣5千出頭而已 就便宜很多 所以 就是一定要去申請房補 就是你申請房補的時候 你申請當下的第一個月 是不會有房屋補助的 他是在你申請完之後的下個月 才會有房屋補助 所以你如果又再拖了一個月 你就會再少領一個月的房補 所以這真的很重要 你到時候你就要趕快 就是上去填資料 然後申請房補 你申請房補的話 你要上傳你的出身證明 就是我剛剛說的 你在台灣公證好的出身證明 然後也翻譯好的出身證明 還有你的護照 你的簽證 你的住房證明 還有你的銀行賬號 所以所有事情都是環環相扣 就是你每一個東西都要準備好 你才可以 就是做下一件事情 什麼銀行帳戶啊 電話號碼什麼的 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好 不然你就會影響到下一件事情 在網路上面填完你的資料 然後投出你的申請之後 他就會跟你要求我剛剛講的 上述那些資料 這些資料 你可以選擇 你要透過寄Email的方式 給Guff 或是你本人親自把這些資料準備好 然後去Guff的信箱 投去Guff的信箱 我覺得你把這些資料 投去Guff的信箱比較快 因為 就是你寄Email給他 你也不知道他有沒有收到嘛 啊如果你投信箱 你一定就是 確保他一定有收到 你在法國 你做任何事情 你一定要很主動積極去催 不然他們就會忘記你 然後 就你有沒有申請成功 他還不管你 反正你就是做什麼事情 你都要很積極的去追他的進度 不然 像我 我那時候一來 我八月多都申請防補 然後我第一個 第一個月的防補 11月才拿到 我等了三個月 因為我中間遇到Guff 他該辦 原本是要用防補號去創建帳號 到最後改成你要用社會保險號碼 才登入防補的帳號 反正就是經過很多很複雜的事情 然後我也 我的時候也很 就是沒有想太多 想說他應該都會幫我處理吧 我就沒有 自己去問 結果就又在等了很久 才拿到防 所以我才順利拿到防部 所以 你如果在中間遇到什麼問題 你發現不對的話 你就最好就直接 殺去Guff 你就直接殺去Guff問 就直接問個清楚 這樣比較快 也省時間 對 然後Guff他 平常如果你要去諮詢的話 你要 也是要跟他預約 法國什麼事都要預約 但是呢 其實每個星期一的早上跟下午 都是開放給沒有預約的人去諮詢 所以你可以抓緊這個時間 好好去問一下 問尬 就趕快把防部搞清楚 然後拿到錢 這很重要 拿到錢 下雨了 好 再來 最後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有關你的健康的 請健保 請健保 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一樣 你就上他的那個 官網 然後填好你的資料 把它要求你上傳的 出生證明啊 護照啊 學生簽證啊 還有你的居留證等等 全部都上傳完成之後 就是一直等 一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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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到法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申請健保 然後結果 我等了一個半月 9月24的時候 我才收到我的審核完成 然後給我臨時社保號的那個通知 但是 我等到現在 今天是 2月24號 我等到現在 你看又過了好幾個月 我還是沒有拿到我的真實社保號 然後我中間有去吹過好幾次 他們也是跟我說 就是你就是要一直等 一直等 一直等 所以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才可以拿到我的真實社保號 跟我的健保卡 啊 這效率真的超慢 但是我朋友 在李摩日 他們都已經拿到健保卡 然後也拿到真實社保號 我不知道漢絲為什麼那麼慢欸 喔 就大城市就是那麼慢 煩死了 我好想要拿到健保卡 健保卡的綠色超好看的喔 好 這就是今天所有的影片內容啦 然後 我希望 我的表達有夠清楚 能夠讓你們理解 呃 你出國前在台灣要跑的行政手續 還有 一些在法國要做的所有的行政手續的一些內容跟一些細節 就 希望我的表達夠清晰 可以幫助到現在正在做這些行政手續的朋友們 我也 祝你們 就是可以順利的成功的來到法國 然後 就如果你們在準備簽證啊 然後申請任何事情 上面都有任何問題的話 我很歡迎你們 都可以來問我 或是在下面留言問我 我都會回答你們 嗯 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系列就到這邊結束啦 嗯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個系列 希望這影片有幫助到你們 那就這樣啦 大家掰掰 大家掰掰 我會把我全部的東西都放在上面下 放在 我會把我 啊啊啊 大街 我都 啊 就是 啊啊 好 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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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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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